在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诸位是细心留意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很奇特 因为这个世界上非常单纯 注重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佛 阿弥陀佛 其他的全是菩萨 从舍报图到凡圣同居图 乃至于下下平往生 都是菩萨 而且不是普通的菩萨 前面我们学过四十八月 第二十月 佛说得很清楚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借座阿维悦智菩萨 这一句话很重要啊 这一句话要听懂了 你才真正的认识进度 你对于极乐世界 心里就有所谱 平等法界 社方世界没有的 阿维悦智是凡语 凡尘中国的意思是 不退转 这里面含着三种不退转 三种不退转 你都得到了 这不是普通菩萨了 华严经上所说的 法神大四 天台智德大四讲的六级佛 法神大四叫分真级佛 它是真的 它不是假的 真佛 社法界里面的佛 天台大四说它是相似即佛 它是相似佛 不是真佛 横向佛 还不是真的 法神大四是真的 法神大四是真的 真佛 主 佛土 什么地方是佛土 极乐世界是佛土 真佛 真佛做的 有凡神同志 凡神同志 图里面 不是六道 它只有两道 只有人天两道 它没有修罗 没有出身 我归 地狱 而且这两道 去往生的人 即使是 无逆是我 这是卧人 不是善人 生到极乐世界 那不是善人 怎么能往生 怎么能生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以本愿为神 加持它 它就变成 阿弥陀之佛 这不可思议 太殊胜了 社方祝佛世界 确实 找不到 只有阿弥陀佛 这一家 我们得认识清楚 这个机会 可别错过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